外邊 這是第一個位置 這表示這個 第一個什麼 喔 很好 一個地方 所以它這邊標了 subject 主詞的位置 放的是一個地方 個place word 一個地方 這邊都是地方 牆上 外邊 桌子上 房間裡 客廳裡 這就是地方 那第二個位置是一個什麼 一個動詞 所以這邊看到有動詞 好幾個在這邊 這邊都是動詞 掛白 放 有放 沒放 這些否定的動詞 沒放 肯定的動詞 放 或是有放 然後有一些其他動詞 有站 有坐 好 接下來呢 第三個是一個 我們剛剛看到每一個句子有一個整 這個整在中文來講是一個 大家都選過是一個什麼 一個 什麼樣的 詞類 然後一個particle particle 是一個particle 是一個住詞 這個住詞是幫助動詞用的住詞 所以中文有的這個住詞 等一下我們看英文是沒有的 那接下來呢 這邊還有一個 number 跟measure 的一個phrase 也就是我們說的 樹跟量的一個詞 那中文這是很特殊的一個文法 在其他語言比較不見的 像 這邊有兩盆 這個是樹 對不對 盆是量 是這個classify 的量 然後呢 意味 樹跟量 記下很多 這個就是一個樹而已 很多 那沒有量 那這個 後面呢 最後一個位置就是一個object 像這邊有看到 中國字畫 有花 有電 有服務員 有書 法 家 這些都是一個object 所以你看看這個中文的存線句 是有很規律的一個句型的 就是從subject開始 是一個place word 接下來呢 是一個verb動詞 接下來帶一個正 一個住詞 接下來呢 有數量詞 number,measure,phrase 最後呢 出現的是object 所以這樣整個句型是有很嚴謹的word order 有很固定的word order 所謂的語序 那同學可以倒數一下 在英文這一句的word order 好 語序 在英文的語序跟中文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呢 好 首先 請Y同學告訴我說 這個英文句子你剛剛做的這個句子裡面 那個object 它是in the front or in the back object or is the back object object 我們現在比如說我們講的這個object是 也是in the front or in the back 因為object是什麼呢 是物體 這邊什麼是物體呢 兩個都是 這邊這個 bo也是物體 這個apple也是物體 但是呢 哪一個物體呢 是在英文裡面有加perpquisition 是蘋果還是bo呢 哪一個是加了perpquisition face word的位子 那所以呢 英文的object 主要描述的這個object 應該是在前面 是吧 在前面 這個就是object 那這一個英文的冠詞 這個英文的article 是相較於中文的數量詞 所以呢 這一個跟我們剛剛的這個數量詞 是一樣的位子 那這個呢 就是什麼詞 動詞 它英文是動詞 好 所以各位同學有沒有看到 英文跟中文 在表現這個純線句的時候 在所謂的語序上面有沒有不一樣呢 有的 又很明顯的不一樣 最明顯的不一樣就是 它的 這個object 物體的出現的位置 是在句首還是句尾 在sentence initial 或者是sentence final 如果說它那個object 它出現在英文裡面的時候 是在句首還是句尾 在句首 在sentence initial 而在中文呢 是在什麼 在sentence final 這是最大的不一樣 那相反呢 既然句首出現了 object和句尾 就只能出現什麼呢 placeable 這是在英文裡面 那中文就剛好相反 那中文呢 在句首就出現了這一個 表示地方的地方詞 place word 所以大家對照中英文相不一樣以後呢 我們現在 我們要忘記 忘記英文的句型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學中文 所以我們要熟悉中文的語法 所以我們要熟悉這樣子的語序 所以大家要一重重複 不斷的反覆的練習這樣子的語序 這樣子的world order 也就是地方詞先 動詞 然後通常會帶著一個住詞 正 接下來呢 數量詞 最後呢 名詞 那這樣子我們用很多很多的句型來熟悉 今天我們要上個純線句 那在還沒有練習以前 有幾個小小的重點是要提醒一下 第一點就是說 在主詞也就是數量詞這個位置 我們通常是不能放在 我們中文常常用在 在什麼地方 表示地方 在哪裡 我在菜市場裡 你在火車上 可是在這個純線句裡面 這個在通常都沒有 所以我們只能講說 外邊擺著兩層話 我們通常不講 在外邊擺著兩層話 盆花 這樣子 不行 不這樣子講 那第二點呢 我們在動詞的這個地方 我們也不會放在或正在 那這個在或正在 大家都知道這個是表示時態不在 正在 這是表示什麼樣的時態 表示progressive的時態 進行的一個時態 那我們在純線句裡面 是不能用進行的時態 所以你也不會講一句話叫做 墻上正在掛著中國字畫 這樣是錯的 那這個當然是很logical 因為你一個東西存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一個狀態 這個狀態需不需要用進行式呢 不像走路可以持續進行 對不對 掛著就是掛著 用正在掛著 This is very logical 所以不能用在是很容易理解 用正在 那第三點呢 你有沒有看到我這邊說 object usually takes a numeral major place 所以呢 usually not always 所以呢 你這個地方不一定要出現 你這個地方不一定要出現 所以你也可以講說 外邊擺著花 可以嗎 可以的 外邊擺著花 沒有這個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不一定要出現 這個所謂的數量跟量詞的位置 不一定要出現 好 那我們講完了這幾個巨型的條件以後 我們就來多做一些練習 好那現在 同學們看看你們的 回來看看我們剛剛所看過的這個 第三頁 有沒有看到嗎 這邊 我們剛剛就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存現句 那我們現在講完了它的標準句型 我們再回來看這邊 是會覺得比較容易了解它的句型 也就是說呢 你看到的都是 第一個是什麼位置 就是一個crest word的位置 就是表示處所地方的一個詞 第二個位置呢 是什麼呢 動詞 那我們這邊有這 沒有放在這邊 所以老師把它寫上去了 這就放在動詞的後面 接下來呢 會有一個地方是表示什麼 表示number跟measure 就是表示數量 表示數跟量的這個東西 最後呢 就是這個地方是什麼呢 是object 對不對 是受值放在最後 所以你看 這邊的一個句型 都是這樣子排列整齊的